大家好,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,我们在入秋之后,就是呢,现在大概快进入九月份,应该怎么养护,怎么唤醒的多肉黑法师,让它尽快的恢复生长呢? 其实想要唤醒黑法师,我们只需要三招就可以了。哪三招呢?首先第一招就是慢慢的增加这个浇水量和浇水的次数。 因为之前的话呢,我们在夏季,基本上呢,就是给它进行控水处理,很少浇水,那么在进入秋季之后呢,它开始慢慢恢复生长,那么我们就要开始给它适当的这个增加浇水的量,浇水的次数,让它能够从沉睡中呢,尽快的梳醒出来,然后让它的根系呢,能够慢慢的恢复一个吸收能力,这样呢,有利于它的生长,让它能够尽快的梳醒。 但是大家要注意,在给它增加浇水量和浇水次数的时候,一定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,一定不要马上大水浇灌,要不然的话呢,很容易有这个烂根的风险。 当然,温度的话呢,也一定要最好控制在28度以下,我们才可以做这些操作。 那么第二步呢,就是要慢慢的增加光照,因为我们夏季的话呢,基本上都是给它进行一个遮阴处理的,那么在进入秋季之后呢,我们就要给它慢慢的增加光照。 来唤醒它,但是增加光照的同时,大家也要注意,不能够一下子就强光暴晒,因为这个黑法师它叶片是比较薄的,如果我们一下子给它强光暴晒的话,很容易把它的叶片晒枯萎灼伤。 我们最好就是先给它渐渐早晚这种比较温和的光照,然后再慢慢的增加这个光照的强度和时间,这样才能够有利于它的一个正常的生长。 那么第三个的话呢,就是要给它进行换盆,那么我们如果在增加了光照和浇水之后呢,你的多肉还是无法正常的生长,而且还出现叶片伪念状态不佳的情况呢,就说明它的根系出现了问题,或者是盆土板结了。 那么我们最好就是及时的给它更换盆土,修根,刺激它长出更多的新根出来,恢复它的一个吸收能力,那么这样呢,你的黑法师才能够恢复正常的生长。 那么我们再用上了这三招,你的黑法师呢,就能够慢慢的恢复生长,然后呢,整个蜘蛛树处处于一个生长快速的一个状态,我们再来给它适当的追肥。 追肥的话可以用这种全营养水溶肥,是多肉型的,大家要注意,要给它适当的补充这个甲肥,来促进它的健壮,然后呢,淋肥和淡肥的话,可以适量的少一点。 好了,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里,我们下期见。